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上次说到 展雄和管仲联手做生意 商队经过泰山脚下的时候 被强盗包围了 管仲碰到这种事 通常是退在最后的 但是没想到 强盗们放过了前面的车 偏偏把管仲的车团团围住 就要死于强盗的刀枪之下了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候 只听一声爆赫 展雄杀了回来 因为道路狭窄 战车不便掉头 所以展雄是跳下战车 跑过来的 展雄一到 强盗们知道 这下碰到了劲敌了 纷纷撇开管仲 前来围攻展雄 展雄大喝 众哥 你快走 我来断后 其实也不用展雄喊 管仲的御者早就赶着车 脚底抹油 一流烟跑出了包围圈 看看逃得够远了 管仲才放下心了 回头对展雄大喊 兄弟 我们在前面等你 展雄一边打 一边回应说 不用等了 你们快走 越远越好 我去追你们就行了 管仲原本还想等等 可是当他看到山坡上 又冲下来几十个强盗的时候 他立即做了决定 那就是 快跑 很快 一百多个强盗 把展雄团团围住 眼看着管仲等人走得远了 自己身边密密麻麻的围了百十号人 再打下去 就算自己有万夫不挡之勇 那也会被剁成肉泥的 于是展雄爆喝一声 把手中的大脊扑吃了一下 就插到了地上的一盘牛粪上 牛粪顿时像天女散花一样四溅开来 大家纷纷躲闪 展雄大声喊 伙计们 我已经保护我的大哥安全过去了 死啊 武汉 来吧 派个胆子大的上来杀我 我要皱一皱眉头 就不是帕帕罗迪 强盗们一时都愣住了 一来是展雄非常勇猛 二来没想到展雄会主动放下兵器 三来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胆子大的上去 临死 展雄还想拉个垫背的不成 第四 展雄周围一圈牛粪 脏兮兮的 让人实在不想靠近 这最后一条嘛 就是展雄最后说的那个 什么 帕帕罗迪 什么意思呀 其实这个帕帕罗迪啥意思都不是 就是展雄说出来让大家去猜的 展雄知道如果自己说完话 大家一涌而上的话 十个展雄也被砍瓜了 而如果大家都在犹豫 自己就有机会了 现在强盗们还真有些不知所措了 展雄一看机会来了 各位 你们当强盗 无非就是想抢财抢物抢女人 现在财物都跑了 杀了我有他姥姥个用啊 既然杀了我也没用 不如大家省省力气 好了 不好意思 我告辞先了 说完话就要开溜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老强盗扑通一下 跪在了展雄面前的牛粪上 拉住了他的衣襟 把展雄着实吓了一跳 什么意思啊 展雄没弄明白 难道这是强盗杀人之前的规定动作不成 更没想到的是 扑通扑通扑通 一百多号强盗通通跪在了地上 这一回轮到展雄发愣 跑也不好 不跑也不是啊 怎么办呢 正在想不明白的时候 老强盗说话了 大王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老强盗说得声泪俱下 十分激动 让生命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给展雄跪下的老强盗 姓高 原本是齐国的公主 一年之前 因为在齐国犯了罪 无可奈何 在泰山落草为寇 原本这泰山脚下 就有些草扣 多半是附近的野人 也有几个氏 这些人 两个一伙 三个一群的 实在不成气候 把强盗的事业 做得像小偷一样的窝囊 老高 毕竟是齐国的氏 有些见识 直到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于是将这些人聚拢起来 算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了 有人就提议 老高担任头领 可是老高一来年最大了 二来组织能力欠缺 所以一直不肯 这下好了 这一趟碰上了展雄 就知道 这个人才是最理想的强盗头子 老高就说了 就你当我们的大王吧 我们都听你的 老高这么说 展兄一听 没听明白 什么 大王吧 老高接着说 大王 我们虽是强盗 可是没有人领导 随时会被剿灭 从今以后 我们就拜您为大王 听您的 都听您的 领导我们 从贫困走向小康 为了这一百多个地球的将来 我老高 就求你了 老高说的生情并茂 真诚无比 这一下 展雄听明白了 这是要让自己当强盗头子 展雄直接拒绝了 我不干 老高接着说 大王 您再听我说 您看您 武艺高强 我们十几个人都不是你的对手 你勇猛善战 这么多人围着你 你都不怕 你够意思 讲义气 救了整个上队 救了管跑跑 把自己陷于绝境 你还很有智谋 灵微不惧 编了一个什么 帕帕罗迪 让我们发呆 还有 一看你就知道 是一个不得已的事 对现实充满仇恨 对前途只剩绝望 恕我直言 您这样的人 绝不是九居人下之人 可是 名门正道 有没有您的机会呢 所以 您天生就该是个强盗头子 山带王的料 老高一席话 说得展熊是怦然心动啊 溜曲派马 奴言蔽息 这些自己都不会 像哥哥一样 老老实实在家种地 研究学问 自己又不甘心 所以 当个强盗头子 看上去 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于是 展熊答应了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听世界 展熊 毕竟是受过义务教育的人 再加上 在齐国的时候 跟管仲他们混 境界又大有提高 所以 在能力上 确实高这些强盗一头 当上了山带王之后 展熊重点进行了 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老高被任命为 泰山亲 主要负责出谋划策 余下的 按照齐国兵制 编队管理 制定了严格的赏罚制度 公平执法 赏罚及时 很快 展熊手下的人马 称雄于泰山一带 其余散落的草扣 纷纷来头 又剿灭了 其他不服的小谷强盗 最后一统泰山 到了这个时候 展熊在山上修建大寨 铸造兵器 制备旗帜锣骨 训练军队 俨然之间 已成为一方诸侯 听学行走 文化港密 听世界 说到了展熊 就要为您说说 这个人的故事 历史上是否 确切有其人呢 我们找到的资料 显示说 约公元前 四百七十五年 春秋末期 鲁国西北部 有个地方叫柳夏村 也就是在今天 山东省 曲富的柳庄一带 在这个地方 展熊领导了 九千人的奴隶大起义 史称柳夏直 柳夏是地名 而直呢 最早的意思 指的是赤脚的奴隶 这一支起义军 转战黄河流域 各诸侯国望风披靡 沉重打击了 奴隶主的统治 从而推动了 我国历史 从奴隶制 向封建制的转变 起义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 范围之广 影响之深 是空前的 在今天 山东省 眼州城西 延殿镇的 顾县村 这是一个历史 相当久远的村庄 那里曾经立有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 和圣顾礼四个字 和圣 我们曾经为您说过了 指的就是春秋时的 著名闲人 柳夏慧 所以顾县 也就是历史上的 柳夏义 在明朝万历版的 眼州府至 古记当中记载 顾王城 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城北有墓 曰 执总 清朝康熙版的 《滋阳县志》里面 记载说 柳夏慧之地 展雄 孟子 所称道执者 在一膝三十里 筑成自卫 能周济灵里 号曰 顾王 名曰 顾王城 而 《荀子》这本书里 称颂柳夏之士 名声若日月 与顺语 俱传而不惜 也就是说 他名声 享和天下 与摇顺语当中的 顺语一样 流传后世 可见呢 他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 还有这一支 起义队伍 在当时社会当中的 广泛的影响 人们怀念这一位 杰出的奴隶起义的领袖 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在当今 济宁市内的 区域 衍州 四水 乃至于山东的 张秋河南的某些地区 仍然流传着 柳夏之的动人故事 据说 泰山的奥来峰上 有柳夏之的 插骑石 丰东的大轿场 小轿场 和风夏的跑马场 就是当年 柳夏之的练兵场 泰山西路和西南路 有当年柳夏之使用 和铸造的 上马石和川道 等等遗迹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道直就是 雀有其人了 也的的确确 就是盗贼的祖先了 但许多史学家却说 道直根本就是 虚构的人物 历史上根本没有 只是在庄子当中提到过 那么这个斩雄 是不是真的就是 柳夏慧 斩秦的弟弟呢 难道都叫柳夏 于是他们成了兄弟 斩雄活跃的年代 是公元前475年 而柳夏慧呢 生于公元前720年 足于公元前621年 如果从这个角度 来计算的话 他们两个人之间 几乎差了200年 再看左传 《尹公八年》当中的记载 说东无害族 与父请侍与族 这一段就引出了一段 关于姓氏起源的讨论 说的是司空无害 被次姓斩 也就是鲁国斩姓的始祖 同时也是后世斩姓的始祖 柳夏慧又名斩货 自祭或是自秦 所以你叫他斩货 斩祭 斩秦都对 他就是司空无害的儿子 而这个所谓他的弟弟 斩雄 也就是道直呢 则是和孔子 同一个时代的人物 应该是在鲁昭公和鲁哀公之间 和柳夏慧相差了11代的鲁国君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柳夏侄最多是柳夏慧的后代 而不是他的兄弟 说到这里 估计您心中也有数了 道直更多的是一个形象化的人物 因为在那个年代 他领导被压迫的人民 反抗奴隶主的压迫 造反起义 打击奴隶主的统治 给人民长了脸 出了气 而事实上 道直就是盗贼当中的英雄人物 当然这个盗贼和现在的盗贼 意义已经不一样了 《水浒传》当中 梁山伯打出的替天行道 所严格贯彻的 就是盗直唱响了 中国盗贼界数千年的宣传口号 盗亦有盗 除了这个 盗直也曾经把孔圣人 给骂得哑口无言 也算是给盗贼长了脸 也成为了历史流传的一个经典 既然在历史上 盗直是个传奇人物 是真是假还没有定论 那么传奇人物 自然就会有传奇的故事 在为您讲 盗直斩雄骂孔子的经典之前 我们先转头 讲一讲 道直 柳孝慧 以及来自于齐国的 吉莫公主之间的一段传奇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 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这一时期出现了 诸子百家相互争鸣 盛唤空前的学术局面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有许多出现于这个时代 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老子 童子 震撼登场 道家 儒家 百花齐放 就让我们带着重庆 回顾春秋那些人吧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导致提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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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